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统的致癌治疗 其实可以分为手术、化疗和电疗 手术就是将肿瘤切割 而化疗就是利用药物去毒死癌细胞 而电疗就是利用辐射去射死癌细胞 很多时候我们肿瘤科医生就会根据病人的情况 你要决定化疗和电疗如何去配合手术 有时候我们会在手术之前做了化疗或者电疗 希望将肿瘤缩小 导致手术能够顺利进行 很多时候如果先行手术的话 我们也会用化疗和电疗的方法 去杀死残余的癌细胞 有时候我们肿瘤科医生会根据住病人身体的承受能力 和肿瘤的奇数去决定配合化疗和电疗一同使用 配合的治疗能够达到相互相成的效果 令到肿瘤控制的机会率增加 但同一时间地化疗和电疗一起做 也会增加了治疗的副作用 所以我们也要好看病人的承受能力有多高而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